大家好 这里是小岗手乡下 今天我们继续寻找在贵州农村 那么在路边上发现一个小山村 这个小村子 住在这里非常的舒服 前面就是公路 丑行也是非常的便利 背靠着大山 背靠着一片大竹林 从上面看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景色非常优美的一个地方 那么前面还有一条河 这里青山绿水 景色非常优美的一个小村子 那这样的房间 是不是大家所向往的这个农村生活 农村场景呢 整个村子不到十户人家 那么村子有两个砖房 有两个这个楼房 剩下的都是木房子 这就是贵州少数民族 正在最常见的这个木房 那么这个村子 大家看一下 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不错 简直就是一个封水堡地 背山面水 衣山蹦水的一个好地方 好 那么我们就继续跟着镜头去看一下 这个小村子 它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 怎么样 还有它所处的这个房间 怎么样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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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